下面我们将欣赏到的功夫辉映 为什么叫功夫辉映呢 它是由德映太极文化学院为我们展示 也是由 这个是李德映老师和他的女儿 李辉老师带领的国际联队 在三亚南山时代太极文化节颁奖圣典上的一个表演 传播和发展 那么二十多年来 他们培养了大批的英国乃至欧洲太极拳健身气候呢 优秀师资 他们也曾承接了英国女王钻石庆典 伦敦赢奥运的大型表演任务 院长李辉女士现任国际企联职委 英国太极拳联合职委 健身气候协会主席 让我们跟随着音乐 来领略一下功夫婚姻 你就 你听说 二十五二三 你应该把费力放 他们能够 明门出好下 在全国乃至世界多次的武术比赛中均取得优异的成绩 从小深受父亲的寻陶 将中华武术传遍了世界各地 弟子也遍布天下 看他飘逸潇洒 剑走美事 剑如飞凤之说 短兵对剑 自我国53年起 短兵已短代几十年 这是李德英老师他们副女俩表演的舞传对剑 李德英先生 将太极形意八卦 及各期界 精心传承 形成了李德英先生的风格特点 李德英老师年纪八十年 剑飞雌雄 身法还非常精确 已来我往 剑如飞凤 闭食就须 几次点崩了莫 云绕之势 此乃剑之魂破眼 非常精彩 李德英老师给大家讲几句话 各位圈友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武术老师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国际太极文化网络论坛 我衷心地预祝太极文化论坛的圆满成功 祝贺太极拳之花 在沿着科学道路 大众健身的路 越开越鲜艳 获得更多的术博 谢谢大家 好 李老师 借这个机会啊 今天是不仅有中国的观众 有世界各国的观众很多啊 借这个机会简单的 给我们讲一下 外国学生在学习太极拳当中 最应该注意的什么问题 用两三分钟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我想谈两点 第一 不管是中国的 还是外国的学员 初学者 还是要从外形 做好手眼神发布 从外 外形的动作 我们叫做动作规范 做到市政招元 第二 从外 要逐渐地转移到内 这个内是什么 就是 手眼神发布的协调 配合 和内外的 统一 内外 什么是内 我们叫做精神气力功 心意 气力 这些是我们在这个外形之外的 内部的提高和 锻炼 有了内外的和谐 这样呢 才使我们的太极拳运动 成为一个 更内外相和 新生合一的 这样一个内外合一的运动 这些太极拳 从外 继内 逐步提高 由外 继内 这是我 对大家的一个忠告 好 好 感谢观看